這一個牌子是ROMA 它也是屬於包裝上的種比較質感 但它會偏向更可愛一點的感覺 上面是有一些小可愛的圖案 它的香氣就是比較屬於中性化 它五種顏色 五種顏色代表五種不同的風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珍Janny 歡迎來到Jesney頻道 終於到了我美年最期待的聖誕節 浪漫 開心 歡樂的氛圍下呢 當然 當然要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那今天呢就是因為這樣子 大家應該其實在這樣的節日都會想要送禮 送禮真的對某些人來說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送的藥送的有誠意 又好看又有質感 CP值要高 這樣子的禮物真的是不好找 兩款香水禮盒 都是高CP值感路線喔 而這個高CP值感路線還是在Pinko這個平台的那個聽過 Pinko這個平台上面特別多 其實這個平台呢它是比較偏向一些文創商品 文創品牌 不是一些我們可能很常聽到的一些大牌子 大專櫃或是一些國際品牌之類的 但偏偏我覺得就是今年好像特別少 有一些就是我們聽過的平價的牌子 有出聖誕節禮盒 那麼我就在這個平台上面看 就有看到 其實這兩款他們價格其實差不多 他們都是五百多塊 但是差異在他們的包裝 我覺得他們的包裝其實兩個都是非常好看 那我就也蠻好奇說它裡面的差異在哪裡 所以今天就是來開箱評比 這兩款香水聖誕節限定禮盒 給大家看囉 Mio香在Pinko上其實是還蠻有名的一個香水老品牌 Mio香香水這個牌子它是比較平香 就是這個包裝是平香比較少女心爆發的 莫蘭迪質感的顏色去做搭配的 那它其實呢就是我主要也是因為它的包裝吸引的選中 主要也不是因為看它的評價數 它的包裝是真的讓人家一看 就讓人家覺得好想買 真的 而且它上面是有就是做這種金箔的 就是它有反光 我覺得它反光的效果是 讓它非常的有牽涉感 我覺得很不錯 它裡面就是用一般的這種紙去做襯底 然後它的香水也是用塑膠袋 塑膠袋去把五管香水這樣子去包起來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非常用心的在細節 在香水玻璃瓶上面的細節做了一個小設計 然後就是會讓人家看到有個木心的感覺 五種香水 五種不同的圖騰 分別呢就是他們做在這個蒸管瓶的下方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個小超時設計 那他們家的香水香味呢 偏向比較淡香精的味道 也是比較是女生會喜歡的那種清甜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像這樣子的淡香精禮盒 可以不管是送給香水入門初學者也好 或是今天你是想要自己日常去做使用的話 都是非常適合 所以它是偏向比較生活化 這個牌子是Herb Roma 它也是屬於就是包裝上的周圍比較質感 但它會偏向更可愛一點的感覺 上面是有一些小可愛的圖案去做一個包裝 所以其實它比較是偏中性的風格這樣 那包含它裡面的五管香水也是 這五管香水呢 雖然說它的尺寸做的沒有很 它的冒出並沒有香多 但是它其實質感也是不比沒有香差的很 五款 五款這樣子幫你排好 排整齊 然後它其實拿出來也是一樣就是很方便 它的香氣呢就是比較屬中性化 它五種顏色 五種顏色代表五種不同的風格 基本上呢 就等於說你可以五種香水 這五種香水都可以 讓你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情境下去使用 所以它算是很萬用 理合照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男是女 或者你想要噴一些遺物或幹嘛 其實就是它連在室內的擴箱 都是可以做使用的 因為他們家的香氛特色就是在於純度夠高 所以呢我覺得兩個CP值都是非常高的 那麼如果呢你今天是比較想要偏向送女生 你就可以用一個安全牌 來選這個謬祥的香水禮盒 香水聖誕禮盒 然後它也可以送給比較香水入門使用者 那如果你是想要給 欸你不知道他對方啊 就是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或是那種風格 他也比較屬中性一點 或是想送給男生或怎麼樣 我就比較推薦 可以買Aroma囉 那麼今天的開箱品比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最後呢 這是今天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分享、訂閱、留言 對 如果這集之後呢 就是要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期一次見囉 掰掰